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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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给你打下手 今天啊 您就指挥我 我来动手 这孩子 你怎么刀都不会拿呀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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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慢点 把排骨放锅里抄抄 谁又抄抄 就是不是 抄抄 是抄了 把排骨放锅里 对对对 推一下 好 盖上杆 好 行 谁呀 有人被锁在里头啦 这就是SC集团的设计图 杜总监 你就不着急吗 跟我一块喊呢 怎么样才能算流动的感觉呢 流动的感觉 流动的感觉 这个 是SC的公司强惠吗 我想要那种 流动的感觉 可怎么样才能算流动的感觉呢 流动 我 我 我 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可不行啊 你不能一股脑地倒盘子里 你得把这个 一块块给它摆出来 最后把那汁啊 淋上去 这才完美 行 好 还行吧 行 真不错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 你做得有模有样的 行 可以 我给我们家敬礼我服下了 那我端出去了啊 赶紧回家 有急事 小顾 小顾 别担心 估计静静啊 她加班 要不 小顾啊 我们边吃 边等静静 好吧 不父不母 你们先吃吧 我给静静打个电话 哪能我们先吃啊 没事 等你们呀 啊 没人接 不会是 有什么事情 不会吧 应该 这样 我再给静静打一个吧 不着急的啊 我也是第一次见你这么疯狂的人 还在自己衣服上失色 不过出来的效果是挺好的啊 不过出来的效果是挺好的啊 打工告成 你 你还好吧 我的脚扭了 那你别动啊 千万别动 扭着了是一定不能动的 我 怎么办啊 我们还被困在这儿了 千万别动啊 如果这就是流动的代价 那我心甘情愿 说什么心甘情愿呢 服鸦嘴 你等着 我再就吼两嗓子 我就听见这里有声音嘛 没想到还真有人 杜总监 您俩玩得还真挺有彩的呀 是挺彩的 保安大哥别说了 快来帮帮我们吧 好 我 我都不敢动你 不行我的脚 过了我来 我给你们撑着 小心我的手也扭了 慢点啊慢点 千万别再用脚撑着了 快点快点快快快 行了这又不是滑板 你悠着点吧 都还伤着呢 没事 疼吧 再坚持一下 一会儿就到医院去 没事 大师兄 韩燃 你们怎么在一起啊 你跟大师兄是怎么认识的啊 我俩认识很多年了 但我之前出了几年国 就断了联系 对了 刚才护士说了 他说你的手没有大碍 等说完夜就可以出院了 别担心 你要不要喝点水啊 好 我给你倒 你看我这样子 我可没有第三只手了 那我喂你吧 不烫吧 不烫吧 不烫 行 多喝一点吧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来接你回家 可 可是大师兄还没回来呢 既然受伤了 就好好养伤 明天开始跟你放一场假 是呀 大师兄来了 怎么了 没事 现在吃还是等我再吃啊 你喂我 你饿着吧 你饿着吧 顾荣 你说他一个大活人 我也没办法把他一个人 扔在那儿不管啊 我真的只是把他送到医院 别生气了好不好 那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我手机放到桌子上了 那你也应该跟我说一声 你再加班啊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被锁在仓库里了 我都说那是个意外了 顾荣 你听我解释嘛 我都 顾荣 你 今天什么日子啊 我爸妈怎么做了 这么多好吃的 不知道 别生气了嘛 我今天在公司里 又是画画又是加班一整天 还被关在仓库里 我都没有好好吃饭 要不 你陪我吃点 你真不记得今天什么日子啊 也不是你生日啊 今天是我们一个月纪念日 我忘记了 我忘记了 所以 这些都是你做的啊 不是 是你做的吧 哎呀 这也太好吃了吧 这也太好吃了吧 没想到我们顾总 不仅工作可以 做饭也那么行 是我喜欢的口味 我们顾总也太厉害了吧 简直就是霸总当中的小当家 我说 别生气了好不好 我发誓 以后 我手机一定随时待在身上 绝对让你联系不到 你看 吓了吓了 我一定随时让你联系到 好不好 好不好 还有 我做的菜真那么好吃吗 特别好吃 我晚上睡觉都会是这个味道 比我爸做的都好吃 那我也尝尝 那你吃吗 你说今年这寒假班哪 招生招得特别好 可是咱们家这房子呢 空闲的也不多了 孩子们的住宿问题 你说 你说怎么安排 没关系的啊 素宝宝总会解决的 你 那个 静静 你下班了是吧 那个 我回来了 那个 你看你呀 加班你也不说一声呀 刚才小郭给你打电话 是啊 你 你又不接啊你 我 他给你做了一桌子菜 大香的 我知道 所以我一下班就回来了 你自己没办法 吃饭吃饭吃饭 我们 我们吃饭啊 我给您盛饭 好呀 好呀 干什么呢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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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我吃一点吧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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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够了 可以了 你俩 各自回屋休息啊 够 够回各屋啊 轻点 轻点 你说他俩是回的各自房间吗 行了 行了 赶紧睡觉去 不是 你拉我干嘛呀 快点睡觉去吧 这也太夸张了 这在家里就跟搞地下恋情一样 这样一直下去啊 确实不是个办法 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武馆 也没离开过爸妈身边 什么时候才能够独立 能够拥有自己的空间啊 季晴 我的公寓在公司旁边 咱们搬出去住吧 你这想法很危险 我怕不会同意他 你爸 你爸同不同意有什么关系 你一同意不就好了 反正你这个隐藏款男友 我是不打算退货了 再说 我们一人一个房间 我有什么好不愿意的 对吧 小谷子 你就放心吧 房间肯定管够 而且 我已经想到办法了 什么办法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伯父不是说了吗 寒假班的孩子们要来了 那武馆就不够住了 到时候啊 咱们去试试伯父的口风 这能行吗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 好 好 好的 那个海角 我的闹钟又被我给暗尿了 我要迟到了 对了 爸妈 我今天晚上要加班 就不回来吃晚饭了啊 不回来吃饭了 伯父 伯母 那个晚上我也不回来了 我有事 静静 最近都忙什么呢 就是啊 我这不得加班吗 每天都忙到好晚 还有啊 那个咱们路口 那个路灯还坏掉了 每天整条街回来 都是黑乌乌的 我上次还差点 被那个电动车给蹭掉了 对啊 必须加班的 这天天这么晚回来 这也不安全呢 对啊 那我刚进设计部嘛 我得表现啊 表现就得加班 而且我觉得 我们家 离我工作的地方太远了 是 姑娘说得对 这这确实 那就继续加班吧 小姑 你要是没时间呢 爸爸打车接你去 好 那进去咱们走吧 这个点不好打车 小姑 你不是自己有车的吧 我的车我爷爷拿去用了 哎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给我 公司的车呢 也都安排了 我最近也没车用 那这怎么办啊 咱们家离公司那么远 那每天都得 花睡觉的时间去赶车了 是啊 四伯伯 也是啊 你说这个静静公司啊 离咱们家真的是有点远呀 你说这这这这 这哪能办嘞 是吧 那这样吧 要不然你们就 克服一下 好吧 克服一下 年轻人就得锻炼锻炼 要吃点苦的 你们俩多加油 加油啊 爸爸支持你们 好 那咱们走吧 那我们赶车 好嘞 注意安全啊 注意安全啊 好 好好好 刚才真的已经是我演技的巅峰了 各种暗示 谁能想到我爸一招都不接 他今天晚上不会真的来接我吧 你那效果确实不太明显 那怎么办嘛 走吧 先上车吧 最后是一些物料设计和线下延展 以上就是翻放商场 十周年庆典的设计 顾总 总监 看看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 静静 你觉得这个方案怎么样 这个方案 已经很努力在突出放这个概念了 但我觉得从总体来看 还表达得不够直接 没错 尤其需要注意我们面对的对象 年轻人还好 但是上了年纪的人 对这些新潮的想法 原来就很抗拒 敢在我眼皮子底下 搞小动作 是的 如果我们再直接地用一些比较新颖或者新潮的雕塑 以及海报的话 顾客很有可能都不知道我们想要表达的观点是什么 倒不如直接告诉他们 这就叫有趣 欢迎你来参观 这个方法挺好的 挺好的 直接摊牌确实是最好的方式 翻放的这次周年庆 集团非常重视 你们设计部的方案 影响重大 我希望下一次见到的是一个有效有趣的真正方案 静静 会议结束之后你来我办公室一趟 好 你们继续讨论吧 好 从今天开始 这个项目 全程由苏静静负责 总监 苏静静她刚来设计部没几天 给她这么重要的项目 是不是太草率了 草率吗 就是因为这个项目很重要 所以我才交给苏静静 你们手上都有其他的项目 只有苏静静 才能够全身心投入 可她刚入职公司没多久 项目经验全无 就算全身心投入 恐怕也不能胜任 这事轮不着你操心 这个项目我会全程跟进的 今天的会就到这儿了 散会 行了 这什么意思 走吧 走吧 没事 话我已经放出去了 你可千万不要给我掉链子啊 可是 别可是了 不要想那么多 去 我相信你 加油 好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快忙吧 嗯 进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杜宇川打算让我负责这一次周年青的方案 我一直都相信你有这个实力 我一直都相信你有这个实力 不过啊 苏大设计师 你能不能除了事业以外 考虑考虑咱们的感情生活 你有办法了 对 咱们就来直接的 小顾啊 听说你能帮我把这些孩子们的 住宿问题解决了 嗯 那个 你先到地方 一会儿看看房子怎么样 太好了 小姑你就是 急事语啊 是啊 我正为这事发愁呢 小姑 这个 静静 最近忙得不要不要的啊 天天在加班呀 都这个点了 但还在班上啊 是 静静啊 最近接了一个大项目 这未来几个月啊 可能都这样了 伯父公母你们放心 我一会儿就去接她下班 好好好 那个单位是不是离这儿也不远啊 对 就在旁边 太好了 你看这环境啊 山清水秀的 媳妇 看这画 抽象派的呀 你还懂这个呢 是 我懂的呀 真不错 真不错 好啊 好啊 这个地暖族 南北通透 空间又大 好 这个房子格局呀 嘎好的 嘎吸引的 对 这个房子的家电啊 什么都是最新的 还可以请个保姆来 打扫打扫卫生 做做饭什么的 好好好 这个啊 食品安全最重要 这个装修呀 也洋气 我喜欢 房间这么多 以后啊 也不至于 挤在一起啊 对 房间肯定是够的 咱们也能分开住嘛 好好好 小姑啊 这么好的房子 是你的吗 这房子是我的 因为我是觉得 伯父伯母 你们如果愿意把这么重要的人交给我呢 我觉得房子是最基本的 好孩子呀 好好好 这房子哪儿都好 就一点不好 这儿离物馆太远了 孩子们来呀 也不方便哪 伯父伯母 咱们坐着聊吧 这半天不别累了 好好坐坐 来来 坐 喝点水啊 大折磋 伯父伯母 其实呢 我没打算让孩子们搬过来 那 那你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 就是 咱们把那五管的房间腾出来 让给孩子们 然后呢 我跟静静一块搬过来住 她跟静静在一起 对 你要死是不是 你疯了你 你信不信我拿青龙道 把你砍死啊 我让你生日别记着 你信不信 不好这样讲话的 你不要生太大气啊 你没没 饿送你听我讲啊 这事没得商量 赶紧给我回家 我告诉你啊 你们好心你 你别 不好这样讲话的 您的不好 小顾啊 想法 这嘎吼的 你给我走 嘎什么嘎 就觉得心急了 走 走 走 慢点 走了走了 谢谢 师父没用他的青龙刀 砍你啊 就不错了 吃 不是青年说风凉话的 妹夫 师父是一个习武之人 你非要跟他硬碰硬 你能有好下场吗 所以呢 所以啊 这件事情 你要以柔克刚 要让师父看到你 最大的诚意 我先走了 我去接静静了 你这小子 我算看出来了 你这过河拆桥吧你 走了 就当自己家里啊 爱干嘛干嘛 拜拜 这么认真啊 你怎么来了 一点声音都没有 来接你下班啊 我爸怎么说 爸怎么样 人家都说 情场失忆 职场得意 但是我现在 我爸也没让我出来住 老天爷也没说 在我工作上帮帮我 哪怕给我一点灵感也行啊 嗯 那咱们先回家吧 我给你准备了点东西 这样你说不定就有灵感了 什么东西啊 回去你就知道了 好吧 走吧 这个是新出的森林系列啊 你看啊 这个呀肯定会帮助你找到灵感的 你呢 就专心搞事业 我等着你周年请的大座 我呢 就专心搞咱们同居的事 谁要跟你同居啊 你啊 对了 对了 盲盒 我有灵感了 还是你懂我 这一次的周年庆 我们想要与新加坡的二次元知名艺术家 林瑶忠先生进行合作 来与周年庆进行联名 并出品我们这一次的相关盲盒 我们将在商场当中 进行沉浸式的分布展出 并且在商场的每一个角落 都设立盲盒机 让顾客进行自我寻宝的模式下 来发售此次的新品 增加与顾客的互动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很多玩家会选择在线上购买 所以我们这个周年庆 会有什么样的优势 才能把这些顾客吸引到现场 来参与购买呢 其实对于真正的盲盒玩家来说 线上的抽取和实体店的购买 体验感上是有非常大的不一样的 而且这一次的周年庆 我们有一个对玩家致命吸引的地方 那就是林瑶忠先生 专门为周年庆设立的隐藏款盲盒 这个隐藏款盲盒 只有在周年庆的盲盒机中 才能抽取到 所以我相信这一次合作 一定能让我们商城进行一个 更加年轻化的时尚转变 一揉课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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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我先回家准备点小菜小酒 庆祝你的方案通过 谢特会来接你 找我喝酒 干嘛 想把我灌醉了 然后把我女儿给抢走啊 告诉她 门都没有 胡说些什么呀 酒品如人品 人家小顾呀 无非是想多喝几杯 哪怕是把她自己给灌醉了 那也能让你好好地 考验考验她对吧 是 这孩子把自己喝醉了 一天都想什么呢这 媳妇 你说她能当上 这么大集团的老总吗 嗯 嗯 我觉得 这小子没有问题啊 老苏 啊 我跟你说句实话啊 拿好啊 好嘞 小顾这个孩子呀 太没了 我还是满欢喜带 哎 看看你这样 哎呦 矜持点啊 是挺可爱的啊 对吧 哎呀 也对呀 我就趁着这个机会啊 用我这双慧颜 我好好香一香她的人品 你最好把武馆收拾一下 尤其是我师父那把青龙刀 免得她喝醉了 真跟你动手 哎呦 打响她 哎呀 哎呀 小顾 哎 做 做了这么一桌子菜啊 是 你看 阿姨去换下衣服啊 好 马上就过来啊 好好 静静说她 加班 所以就 不回来了 哎 哎 哎 来了来了来了 哎呀 哎呀 这么一桌子菜呀 哎 哎 那个静静省不住回来呀 啊 给你发信息了没有啊 伯伯您先坐 哎 那个 静静说她加班 她不回来了 那我们就先吃吧 不用等静静了 那哪能行的啊 这些菜全都是静静爱吃的呀 本来想给她好好补一补的 她最近嘎辛苦的 嗯 没关系不父不母 您二位先吃吧 我给静静留了菜 我等会儿给她送过去 哎 你 你给她送过去啊 你也没吃饭呢 哦 没关系 静静不在 我 嗯 也好也好 那 那你去陪静静吧 嗯 哎 哎哎 对了伯伯 嗯 那个 家里有没有那个 红糖和暖宝宝啊 静静说她有点不舒服 嗯 有的有的有的 嗯 我 我去拿啊 嗯 你看呀 小顾对静静多关心啊 小顾 哎 哎 来 红糖 哦 暖宝宝 哎 拿好啊 谢谢伯母 那我就先去陪静静了 好 伯父再见 伯母我走了 哎 慢一点啊 哎 好 你也要吃点啊 好 好 呃 嘎好的孩子啊 哎哟 哎呦 奶奶一直都黑着脸的 呦 那小顾呀 对静静 还是蛮上心的 妹夫 进展怎么样 以柔课纲有用吗 我没开始课那就结束了 再想想其他招吧 咱们家离他们公司太远的 这菜过去了不是都凉了吗 我买的保鲜盒质量没得说 就算它耽误点时间 它也不会凉 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呀 你不晓得我是什么意思呀 我懂 你不就是希望 我同意他们俩出去猪吗 我是世界上无法靠近的礼拜 而你却是唯一的意外 爱的无法自拔 想跟你浪迹天涯 相信我这是真心话 在你眼前才是我最真的姿态 什么都不需要去掩盖 总能让人期待 有你在的未来 这是我们的童话 牵着你 心就回到了家 不管人时间多复杂 你就是我的那个错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 传说记忆 有着最独特的甜蜜 总是不经意 偷偷想起你 关于你的 点点滴滴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 传说记忆 终于明白了 坚持的意义 一切慢慢清晰 你是注定 出现在我生命里 Oh I love you 见着你 心就回到了家 不管人时间多复杂 你就是我的那个错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 传说记忆 有着最独特的甜蜜 总是不经意 偷偷想起你 偷偷想起你 关于你的 点点滴滴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 传说记忆 终于明白了 坚持的意义 一切慢慢清晰 你是注定 出现在我生命里 Oh I love you 先证彼此 点点滴滴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 传说记忆 终于明白了 坚持的意义 一切慢慢清晰 小心翼翼 把你融解成秘密 Oh I love you Oh I love you incor 물론你的 我 уп flavor呀 又能思污 百年 碍 一切 总 不到你 可是我 坚持的意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